看到這次G20大家引發關注 因為這是中美元首 其實可以說習近平跟拜登 第一次的面對面會晤 亮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如果認真要討論 台海問題他就不會事先放話 而且他講得很露骨 他說我絕對不會做根本的讓步 布林肯特別在之前講說 他事後會跟台灣做通話 這事實上是已經違反外交慣例了 因為事實上一定會通報 可是不會有人公開講出來 誰會講這種 而且你還是國務卿 你要公開講出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擺明了 就是台灣議題就是各自說自己的紅線 那你當然知道雙方的紅線是什麼 一個就是你不可以用武力處理 一個就是你不能侵犯我的主權 就是這樣 那這個大家不都知道 本來就是 所以這個是non issue non issue就是沒有什麼好討論 我認為真正會談的應該是 他事實上現在也放話了 說要談北韓的問題 對 那因為拜登剛建完日本跟韓國 所以就等於帶這個問題來 那希望中國能夠響應 那希望中國扮演角色 簡單講 因為北韓最近的經濟性動作實在太多了 那中方可能也會幫北韓說他的訴求 比如說經濟制裁是不是局部取消等等 那還有一個議題我認為是拜登不提的 可是應該會談的 就是俄武戰爭 OK 因為這個他不好講 所以他就沒講 那我覺得其他的大概都是比較小的啦 都是細節啦 比如說你說氣候變遷議題要不要合作啦 那你自己都跛腳了是怎麼談呢 而且你剛把那個 你認為是新疆的太陽能產品都擋在你的海關啊 那這樣怎麼談呢 所以我是覺得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所謂的這種小的議題啦 我是覺得要有進展也不容易啦 因為我覺得現在 美國跟中國是卡在兩個嚴重的分歧啦 第一個就是 你把世界看得那麼簡單 就民主對專制 而且我還去查了一下 他在去年六月那個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時候 他在那邊 簡直是呼口號啊 他說民主終將取得勝利 對 現在正在歷史的拐點上 這拜登的話 怎麼跟那個福山很像 這拜登的話 你一個總統講這種話 那是要當十字軍了是不是 這要十字軍東征了嗎 就是你的意識形態這麼重啦 那怎麼可能有全球治理的合作 因為你就把人家當作是 敵對陣營的領導方嘛 所以任何合作 萬一撞到了你的國力 那中國恐懼症又犯了嘛 所以他因為意識形態太重了 所以中國恐懼症越來越嚴重 這個就很難讓他可以正視或者理性的來看待 目前全球治理碰到的問題啦 這個氣候變形只是其中之一啦 還有飢荒耶 對不對 很多啊 我認為很多啦 這第一個部分啊 就是你那麼意識形態 你怎麼談事情啊 那第二個就是你已經失去信用 這個就很麻煩了 因為事不亦無益 中方一直認為你有說嘛 對 那你如果要否認 你為什麼不公開說 你沒有這樣講過 我們就看到美國都沒有否認 可是他也不會去談這事不亦無益 如果美國認為你是被栽贓 你應該否認啊 我們沒有看到美國的官員出來否認 可是他做的事情都是相反的對著幹 對 這太明顯了 就是你每一條 每一條都是違反信用的 說什麼 不尋求與中國打心冷戰 明明就在打 現在就在打 民主跟專制這個二分法不就是嗎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那你不是說民主終將勝利 對 然後你說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 反對中國 你不是在搞华德嗎 搞AUKUS 還搞北約 我說他沒有一條 然後不支持台獨 你現在在搞台灣政策法 是 然後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 是啦 這一條可能是真的 真正的衝突不敢 可是他要用代理人戰爭嘛 對啦 叫台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這個是更嚴重的問題就是 你已經沒有信用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使得兩方很難有進展 第一個就是你用意識形態看世界嘛 第二個是你失去信用 這樣我怎麼跟你談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談的只有織毛蒜皮的議題 就是我們如何避免世界陷入恐懼 我們兩大國沒有要繼續惡化 就大家說一些這個 場面化 清涼的人丹 讓大家插點綠油巾 就這樣嗎 對啊就是被講說實質上可能沒有啦 事實上就是講一些 說我們沒有要惡化啊 就這樣而已 就是簡單講啊 就是用 美國人自己講的話啦 說 陸克文講的啦 陸克文澳洲前總理他就說 不要讓人家覺得 中美兩國的關係在 無限量的下墜 OK 就是這樣而已啊 岸田他想見之外 其實跨的QAT 澳洲其實也想見 艾班尼斯他最近也說 希望能夠安排跟習近平來會晤 他說是個正面的事情 他是希望討論貿易 對啊 是啊是啊 你看澳洲也想見 然後日本啊 就是也想見 但見不到 然後習越也想見 對啊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外交的趨勢 這不稀奇啊 因為亞洲本來各國都會跟中國多少有關係啊 而且碰到重大問題一定要好好談一談 OK 韓國就真的碰到北韓的問題嗎 這是事實嘛 那只有中國能夠發揮作用 這也是事實啊 那日本我覺得他是 我覺得岸田文雄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OK 這個問題坦白說 跟法國德國也有點像 就是 你看那個德國蕭茲去北京 然後回去 那兩家半導體的公司的併購 又被經濟部給擋下了 那蕭茲也不好講什麼 蕭茲就沒有講話 可是我們知道隔天美國就 拜登就打電話給他了 我覺得一定是跟他講啦 說那半導體那個你不要給我賣 之類的 那隔天他那個副總理 經濟部長就直接出手了 是 是 蕭茲不講話 是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模擬兩可 中國當然就會看在眼裡 所以 可是畢竟是歐洲 可是對亞洲 所以我一直認為是亞洲 中國這一次對 亞洲的周邊國家 如果要舉行峰會 我認為他一定會要求 對幾個東西要做明確的發言 第一個是台灣問題 第二個就是CPTPP 還有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 事實上越共的聯合聲明 你可以看到 他就包括了三個部分他都表態 第一個就是 介教室剛剛講的 說他不會跟人家搞軍事結盟 不會讓人家當跳板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補完台灣的表述 他公開講到說支持中國統一大業 然後不跟台灣發展官方關係 第三個就是他支持中國參加CPTPP 我覺得越南這次的表態是非常徹底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個報導 他回去之後 越南的外交部 我剛剛查了一個資料 越南的外交部的國家邊界委員會 副主任阮孟東 他也表達看法 他說這是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存在價值 是中國和東盟共同努力的結果 那對南海周邊地區有發揮和平穩定的作用 這個是越南外交部第一次這樣說 哇那就整個就是要 南海行為準則 而且 11月3號到5號 中越兩國的海警 進行第二次的北部灣聯合巡航 所以我認為真的在 在微調當中 所以等菲律賓一月再去 我估計大概就要做一點落實的工作 就水到渠成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中國所在意的一些政治方面的議題 我認為越南就起個頭 那李顯龍也說他要去北京 他說他希望跟習近平見面 然後習近平在APEC之後要去泰國 然後菲律賓一月要去北京 我認為大概陸續都會看到一些浮現 成果 所以你如果對比這一些 那日本韓國都沒有表態 我認為習近平跟他們的高峰會 就不會那麼快發生 這個亮哥其實也讓大家感覺到說 你一路去圍堵中國大陸 這也很像倩姐講的 怎麼樣你圍堵半天就搞了半天 原來美國在外面 大家都在一起了 海荒鮑魚乾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想有折扣喔